這真的超酷的 我剛剛也還以為是女生來的 講的女生 超酷的 其實接在請客後面講 我覺得真的是命中 請客請客 你一定要聽我那邊話嗎 因為我會想做的事情 搞不好有可以接起來的地方 其實我來這邊 好 先想想插體一下 我來這邊我真的覺得 大家想要完成的事實太多了 不知不覺見很多東西 其實都可以繳會在一起 好 先從一個問題跟大家問起 生物界最高階的行為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生育 生育是最低階的 就是我們一般生物界裡面 最起碼就是存在繁殿 這是最基本的事情 再上面一點 是我們能在 不是 在上面一點 是一種東西 就是反思 就是 他除了單純的平本的 去活著以外 他還會去想說 我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 我做這件事情的意義是什麼 我是為了活下去 他看你在想的事情 這種東西就是我們 現代叫做正學的東西 那個最高階的東西是什麼 大家當然知道 就是最高階的行為就是 就是只有 大家如果去觀察生物界的話會發現 其實只有極端的 一些少數的物種 它們會發展出來 類似有些這樣的感覺 就是尤其我們在一般的那個 基礎的一些什麼 超綠蟲 或是三葉蟲當然也不存在 之類 這些東西不存在 為什麼呢 因為反思 某種程度上來講 在幫助我們做基本的生存 可是很大程度上來講 遊戲其實是已經完全脫離了我 一般生活的脈絡 然後它 是 讓人類可以去追求自己心智的成長 以及挑戰的東西 那可是 這麼多人 樂福品 到底是 為什麼呢 就比方說 先跟大家自我小介紹一下 就是 本人是個 阿宅 基本上阿宅 從小到大 就是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個人偏好 所以我剛剛會排出 那樣的一個奇怪的金字 所以 我其實從小就非常喜歡玩 各式各樣的遊戲 那 當然 就是 欸 欸 閃心了 下次找我 下次找我 歡迎報名 那 我非常喜歡玩遊戲 那 當我現在當然出社會 出社會之後呢 我現在在工作的地方 有個爸爸非常真心 雖然說我本人並不是爸爸 可是 在過程當中 其實會要 投入非常多的心力 那我也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有意義 非常有價值 它是 可以改變我們這個世界 但對我來講 最大的困擾就是 我又沒有時間 去玩我最喜歡玩的遊戲了 那怎麼做 怎麼辦 我 為了這件事情 我感到非常的無聊 怎麼樣子 讓我從小都那麼喜歡 玩的東西 可以在我 然後 入社會之後 繼續維持 所以呢 還是覺得 一定要想辦法 就是我跟我老闆 就開始在討論這件事情 怎麼樣的 讓反而這件事情 變得像 遊戲一樣好玩 然後大家的心情 就會很開心 這樣子 好 那麼 所以呢 為什麼 我剛剛說 我跟琴克 或是跟Edward 之前上次我們在聊的時候 都講到 嗯 我在 我們 現在正在構思一個網路平台 然後那個 事情活動我先不講 今天先講網路平台的部分 很顯然 我已經有跟別的團體 簡報過這件事情 所以沒關係 大家就繼續網站 先給大家看一個網站 大家可能有去過 這個網站 叫做Nike Plus 然後Nike Plus 裡面呢 其實它在做的事情 就跟琴克 想要做的那個網站 有點像 可是它沒有那麼明確的 可以把那個目標 設定得那麼清楚 在裡面 Nike Plus 它就是把 各式各樣的運動 透過他們的手機 ABP 球鞋 或者是 家裡面可以改進去 運動資訊收集起來 然後上傳到他們的一個社群平台去 當然是跟聯署同步的 上傳上去了之後呢 大家就可以在那上面做競爭 然後做比較 然後可以看到說 啊 所以誰今天又跑了幾公里了 然後誰今天又做了多少多少運動 他打球的時候 消耗多少卡路 這些東西都可以看得見 那這些運動的資訊呢 就會被整合起來 促進可能 彼此之間 琴克已經幫我講完了 最後我就不贅述 那 這是 欸 好 那 除了競爭比較以外呢 其實同時間 當然因為Nike 它商業公司 所以它整合了它的商業商品 然後一起來商品 拿來賣 這跟我現在在想的事情有什麼關係呢 哦 如果我們把Nike Plus 這個網站給抽象掛 它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大家在那上面累積一些數字 然後藉由做各式各樣的事情 那它可以轉化成是一些 讓它去賣這些運動的用品 或是周邊的商品 那種核能友 有沒有可能做類似的事情 其實 當我們知道說 身邊很多人在反核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知道的 因為他們日常生活中 就會做一些事情 讓我們知道 不管是 你的朋友他貼前陣子的核一場 斷訊的新聞 那有的人可能不知道這些事情 可是沒關係 那個交我聯誘 然後我會貼這個新聞 然後你們就會知道這些事情 對不對 那 而日常生活當中 大家本來就在做一些 零零星星的小事 而怎麼樣子 讓那些零零星星的小事 通常都整合起來 然後讓人們可以看得見 所以 如果有一個網路平台 它去把大家日常生活當中 光是在網路 或是實體 做的一些事情 不管你是轉貼文章 或是邀請你的朋友 加入那個網站 或者是 一起去實際參與 不管是去一場座談 或是任何一個地方 那 這些東西都整合在那個平台上面 然後 接下來我們要做很多事情 然後 還可以把它跟一些 不管是剛剛有提到的 我記得有個人提到他正在做綠島那邊 那 不是丁丁 是JJ JJ他提到他們正在做一些綠能方面的產品 這些東西全部整合進來 的話呢 那我們會 產生出來一個很有趣的平台 首先呢 我們可以跟非核的團體合作 也就是像 比方我爸正在這邊 那 非核團體呢 他們均提供內容 然後創造任務 為什麼我說創造任務呢 因為遊戲一定有任務 遊戲裡面不斷去 然後他們可以提供各式各樣的目標 比如說我們希望現在大家 打電話給那些用合力的問題 對不對 那 然後 我們同時間也可以跟綠能的產業一起來結合 就是 他們可以去 不管在我們的整個網站裡面的制度行銷 或者是他可以幫 我們可以幫他設計一些專案的任務 比方說 你在家裡面裝一個小型的家用風力發電 那這樣是不是對於我們的節能辦合 這條路有幫中的用 所以我們就把它整合到這個網站裡面去 那 同時間呢 民眾他也可以把他的日常生活時間 可以點贊 買一些 審點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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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各式各樣的事情 那日常生活的時間 它都可以變成一些正向的累積 讓人們彼此都看不見 哇靠你反核大師啊 這樣 大家都可以看得見說 彼此的努力累積在哪裡 那 為了要做到這件事情 我們有初步估計以下 就是我們可能要整合哪些事情 然後再講 因為非常多的資工人 所以我真的非常希望說 我能夠透過教練這個平台 找到一些 資同道德的夥伴 我們如果有機會的話 再來進一步深談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是 我不是資工背景的狀態底下的 我跟一些朋友 基本上來講 比方說我有跟G20B那邊接觸過 就是在跟他們談這件事情 那他們跟我說 其實這過程能夠整合非常多的系統 那不管是跟社群網站那邊 因為你要track 把那些他的行動資訊都給track起來 然後整合到這個網站裡面去 那或者是說你在網站裡面 讀了一篇相關的研究報導 或者是做了一篇功課這些東西 統統都把它給記錄下來 那或者是說我們的網路上路平臺 你去買一個家用的發電板 或者是你去買綠模 或者是霸震 如果你們去買霸震的一件T恤 漸漸支持藍牌運動 這些東西可以累積在你自己的成就上面去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久為久之就是會讓整件事情變成是 當我們最後面當然還要加入有趣的事情 就像生活之堂 為什麼大家愛玩 因為那些卡實在很酷啊 就是那個圖啊 或是它系統本身一點也不是不稀奇 但是它的圖或者是那些事情賦予它意義 所以就在使用者見面的時候 再去把一些敘事包裝啊 美術啊 或者獎勵系統啊 給設計的誘人 然後讓大家能夠在日常生活當中 就像玩遊戲一樣每天登錄進去 然後開開心心的把地獄資訊彙者上去 然後感受到彼此之間的激烈效果 那就是我希望可以邀請大家一起來 參與討論的這個 讓反隔像遊戲一樣可玩的廢話 後面有很多我們戲談 好不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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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